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1月24号礼拜四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美股今天凌晨是大涨 道琼的部分是大涨 所以跳空上开 那中间做一个所谓的下沙 那整场都在平盘以上 那今天涨30点 那量只有831亿 好 OK 那请各位注意 如果你可以学到世界预算技术 你可不可以知道 这边是高点 这边是低点 今天高点是在9892 低点9847 记住了 好 OK 那当然很多人就很厉害了 哇 就是会加鬼才奔逼啊 其实那个对你的操作是没有益处的 那你看我电视节目有个好处 就是我会事先预告给各位 甚至我每天呢 不厌其烦在节目上跟各位讲 有时候是根本都不用调整 那这种调整 加权指数的一个数的调整部分 一定是用0.38跟0.618 密记我都告诉各位怎么去看 对不对 那当然有很多投资者讲说 老师 你还说旗子啊 不好意思不行 为什么 今晚我会规定不能预告旗子 因为它可以交易 那我如果预告了以后 变成我试图影响行情 我会被停牌 我会被罚钱 各位你也比较好心 但是呢 我再转换一个位置 因为我再转换一下 就想说一般的投资朋友 那在从事操作部分 常常三桌 四桌十桌十桌靠靠顺 舰长追电碟砍嘛 那我想说 要如何让投资朋友 能够趋吉避凶 所以我每天都事先预告隔日的 你要注意看啊 对不对 这叫做媒体 你看电视节目不是在 看这个老师在表演 每天赚多少钱 或是一年365天都要讲绩效 统统都不会错 你不是看那个 是要看这个 1月23号跟哥讲1月24号 我说逐步可以在9873 过前高向上在9875 那我会算到这些数字 一定是用很多的特殊技术分析 但是我只抓两个item出来 逐步可以向下9810 破前低向下9810 所以1月23号 我们讲1月24号 这边就多底 这边是空底 但是你要看到开盘位置 开盘位置是9865 9865靠近哪里 你不是跟我讲是靠近这里吗 是靠近他吗 就以他做调整 那因为最近是呈现量缩 那量缩 它不亦大涨大跌 也就是开盘点 再上去也不会太多 跌下去也不会太深 这是经验 这是结构的一个所谓部分 好 那今天开盘9875 那就以他为主 9875 减掉9810 不是65吗 好 一样 65乘以0.38 你多少 会不会算 不会算 你没计算机 65 乘以0.382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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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住 9875 正负24 如果加24 就是9899 减24 就9851 对不对 因为有小数点的问题 对不对 那9875 正负24 那 其实你就知道 9899是高点 9851 是低点 好 OK 今天最高9892 就在这里 那来到这边 如果你是从事指数上面操作 你可能在这里就看好 因为美股 道琼大涨 对不对 那跌下去呢 如果你会算 你就知道在这里 9850 最低 最低 这个点 9847 9847 9847 对不对 说盘这样 那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胸有成竹 你不在这里买 你不在这里抖 对不对 听好吗 好 OK 那我再 反一个方向跟我讲 我这种方式 它可以用在周线 可以用在月线 可以用在年线 了解吗 那当然 你就要用月线图 周线图 月线图 去做一个所谓的计算式 了解吗 就很多人 很多人讲说 老师你的三官价 你给我们的三官价 都只有日线 对不对 你参加了赖族群 我是不是给各位 这是日线 可不可以改成为周线 可以啊 各位没有看到 周线都在中上官之间游走 周线 能不能改成月线 可以 有没有看到 这就事先预算的技术 OK 这种技术分析 你外面学不到 就比如讲 我跟各位讲 目前来讲的话 周线 周线 加全的部分 周线加全的部分 还在扣低转折 因为扣到 扣到这里啊 看得懂吗 扣到低点啊 扣低啊 周线是扣低 我用的你就看我了 因为这个 这个是因为那个的问题 那格数的问题 扣低 扣低 它是多方控盘格局 这是周线 月线呢 一样扣低 那月线 这是一月 这是二月 这是三月 不是会跌到这里 而是事先预算 复乖离 那也就是说 二月跟三月都还是扣低 都是为多方控盘 那我们能不能转化 能不能去算 NEXA 道琼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讲 先让你喘口气 好 OK 那我们来看看 一般来我们跟各位讲 你做股票 一定是低买高卖 不是涨上来才追 那今天小涨 对不对 但是有很多的股票 你看国具 小跌 对不对 台郡小跌 这都我介绍的 阳明光 今天跌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请各位注意 我都是在低档 介绍给各位的 那你看 雅光 五十几块叫你买 我七十六块 七十五块 卖两次 全部把它卖光光 现在是在这里 那雅光 这里买 这里卖一半 这里全卖 你做股票 记住我在这里买的时候 是低档 就比如说这样 阳明光第一次介绍给各位的时候 都在这里 那这里一定是低档 对不对 然后这里 还跟各位讲 开始有启动现象 你要占多方 占多方 了解吗 了解吗 那这种 你只要买在相对低档就好 好 ok 台郡 它是不是在相对低 尤其这里是呈现破线 破线 主力作手一定押回整理 跌势破线买 好 那当然呢 节目上我没办法跟各位谈很多 那我跟各位讲 像我介绍这些股票 其实它在周线跟月线的趋势转折 全部是扣低的 那我昨天特地讲一档股票 3374 我今天做加码 开板没多久就直接做加码 今天盘面上的指标股 那我问各位 精彩它是高点还是低点 投股老师大概只有郭先生一个人在讲 讲低档的股票 其他都在讲涨很多了 就比如讲 现在还是很多人在讲这个啊 双红啊 操纵啊 已经涨那么多了 六十几块不买 已经涨了一倍的 才在大吹大雷 不对 双红四十五块 不买 五十块六十块不买 涨得到一百一十几一百二十几 一堆人在行好 你这样做股票是错的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做股票不是在撂的 不是撂来投 是在架点买 你只要买在相对低档 什么时候发动不知道 但是主力作手高手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操作了 那但是他们只知道低档 但是我还给各位价位 比如讲 3374精彩 为什么算到这里可以买 这一百零六 那你没看到的时候 把它折起来 之前我这个在二十几块买的 我八九十 二十几块买了 八九十块 请投资本要算 那这一百零五 你就可以知道 哦 用算的知道是在这里 对不对 最低在哪里 这里 这都事先算了 不是事后的 那现在 还是在低档 对不对 或许你会讲说 老师 这个双红是赔钱的 不 精彩是赔钱的 到去年第三季赔5.47 做股票 是看未来 不是看现在 那股价在低档 一定是财报最烂 了解吗 前景最差 基本面最残淡的时候 但是 那个时候 都是散户看不好 那我 因为我事先预算技术 我算出低点 你比讲精彩 对不对 我在等 在这附近我再注意看 等它出一根量上来 我就开始做动作了 那这种呢 这种特殊技术 分事先预算技术 哪里可以学得到 欢迎你到我的三关架 先修班 已经快额满了 已经快额满了 那座位有限 尽早报名 那如果直接跟着我们做操作的 那今天呢 入会了 这几天入会 你都可以得到 三关架 密技与形态学 2.0版 2.0的 新版的 这外面一本 单购的话 大概 可能要花一万 但是 你现在入会的话 事实上 free 也就是说 免费附责 免费附责 因为 你相信我就会教你们 这些都特殊技术分析 很多人告诉你 来 逐步K基本式 这是基本式 还有进阶版 那很多人告诉你 所谓 开盘定多空 你注意看 我的 清晰一种工程 所有的K线 不出 这四 这八根形态 再加两根 转折K 所有的K线 一定都是 这一些 这八根的 一个所谓架构 我整理出来的 因为 K棒的形态 如果全部都要去算 大概有 四五十种 但是它整理出来 就是只有八根 用这八根 你可以看到 多空 那你如果再搭配 我低买高卖的技术 分析 这OK的 你个股指数 通通都一样 了解吗 了解吗 好 OK 那刚刚讲扣高低转折 那个 对不对 我这里面有写的一清二楚 趋势转折 有没有 我刚刚跟月线周线 那个扣高扣低 有没有 我在讲 你们有没有在听 来 这第几 这在 这在 我这里面 也写的一清二楚 来 第几页 趋势转折的部分 六十九页 page 69 六十九页 这这里也算到扣低转折 它就一跌难涨 来到这边 你算出扣高转折 就一跌难涨 听得懂吗 这负乖离 这正乖离过大 这负乖离过大 但是问题 这数字怎么去算的 你到三官家先修班 基本我教各位 就比如在讲 我们算周线 我们算月线好了 加权的月线 老师这数字怎么算 现在是一月 再来二月 三月 四月才扣高 了解吗 这数字怎么算的 你来我教你 对你有没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 那这个是三转折 不是我发明的 我发明的是五转折 要搭配交互应用 看得懂吗 你应该看不懂 这又最先进的 来 五转折 这里 我算出未来的 A B C D E 放大给你看 下 A点 11175 等一下 B点 B点 872 C点 8448 D点 这是1点 这算出来是未来 123 12345 5 这价位都算出来 这外面学不到 这是我发明的 好 如果想学 就欢迎到三观下 先修班 尤其你有被动员 跟心急员 欢迎来 那座位有限 尽早报名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继续谈 好大资金有强烈赚钱意愿者 想要低买高卖的 或想要学特殊技术分析的 低买高卖的 成为高手的 这个礼拜六 要去三观下 先修班的 都请你播 02389 8689 02389 8689 8689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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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也欢迎参加我的赖足群 赖足群 我给各位什么东西 来 今天是礼拜四 对不对 给各位礼拜五加全 加全事先做预算 双关架 三关架 跟趋势转折 都事先算的 那今天低档出量股 一千多档我算出来 打勾勾的部分 只有三到四档 那这些打勾勾的 一定是在低档出量 他一定是在相对低 什么时候要大涨 我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相对低 比你去花大钱 去参加投顾老师好很多 有在注意的人都知道 但是很多人都不注意 那你自己要多珍惜 要多珍惜 你看一般很多的分析人 在所谓的在分析的时候 在讲个股 你可以看到 他们几乎都是讲 涨很多的股票 唯有郭宪政 一个都是在讲 低档出量的股票 了解吗 那低档出量 要怎么去做筛选 要怎么去抓 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 当然有 但是呢 三关架先修班 这个礼拜六 三关架先修班 我也教你 不是低档出大量 就一定是好 他只是告诉你 他有人进场 但是 你还要再看 去细算 里面有 微服的一个 所谓的细算方式 那都是 我的经验智慧 但是我不方便 在节目上面 跟各位谈 这是我保留给我的会员 跟来三关架先修班的 投资朋友 对你 对你 好我再讲一次 对你 一辈子的操作 非常有帮助 那我们再看 纳斯达克 来 NESA 现在在这里 你告诉我 未来三个月 这月线 未来三个月是扣低要扣高 下七千多 下七千多 对不对 下七千 现在是在这里 七千零二十 这一月 二月扣这个点 三月扣这个点 四月扣这个点 对不对 就比如讲 如果你懂 来到这边 这是九月 你知道十月扣高 不是死给你看吗 对不对 那来到一月的时候 你会看到二月扣低 三月也扣低 四月 也是扣低 对不对 你应该怎么做 那苹果 NESA 是整体的index 但是你抓苹果 苹果股价 已经跟各位讲了 我说 高档就算144 最低142 对不对 现在150几 那反弹上海 0.38跟0.618是多少 我在我的另外一个视频 有用计算式算给各位的 你自己去看 176是一定会来 现在是150几 所以你现在不去买苹果股票 不去买现在在低档的 被动颜金跟细金颜 难道你涨上来才看好吗 现在在低档都是利空 苹果条件2019年才测 那圆月3号的时候 告诉你加权落敌 圆月3号告诉你加权 圆月4号落敌 对不对 对不对 一样呢 道琼 我有跟各位讲过了 那苹果股价 也跟各位讲过了 对不对 好 来 明天怎么看 压回还是占买方 1月24号讲1月25号 记住喔 我教你的方式要记住了 我每天在节目上面教你 到底有没有在用心听 我给各位的低档出两股 你是不是把当成没有用的资料吗 很多内行都有在注意看 你们都没在注意看 那可以参加我赖族群 那我会给各位明日加权 三关价三关价 趋势转 甚至你到我三关价先修办 我还教你三关价怎么算 趋势转的A点怎么去算 那如何低买高卖 那我会先教你用看的 第二个教你用算的 你来过一次 保证你未来做股票 不会追涨沙跌 那这个对你差距大不大 对你有没有用处 对赏务是十足的用处 为什么 赏务都是见涨追 见跌坎 你学到我教你的 事先预算的技术 你就知道哪里是低点 哪里是高点 你就知道决定要怎么做操作 利空的时候算出扣低转折 拿到多底去 反而你要买 利多的时候涨上来 出现扣高转折 来到空底区 你反而要慢 它刚好是颠倒 你就不会追涨沙跌 好 OK 这个礼拜六 座位有限 紧早报名 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 祝各位明天操板顺利 你出现 如果你把务力量出来 你未经许可 那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